核桃放久之后变黑,还能吃吗?营养师,很多人吃错了,今天告诉你。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家里的核桃敲开之后,核桃人的皮都变成了黑色。 原本应该是琥珀色的皮,怎么都变黑了呢?还能放心吃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 核桃原本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坚果,国内外研究也证实,经常吃核桃可以摄入丰富的精氨酸、油酸以及抗氧化物质,对预防关心病、中风、轻度认知障碍等有很好的效果。 核桃人的皮变黑有三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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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外皮发生了氧化反应。 核桃人的皮变黑有三种原因。 因为核桃人的外皮含有一定量的多酚和黄酮类物质,这两种物质在有氧的环境下会发生氧化变色反应,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核桃外部破损的状态下。 如果核桃人依然是白色,没有变成黑色或黄色,口味也没有霉变或酸败,就可以正常食用。但如果核桃人也变了颜色,那就一定不能再吃了。 第二种,外皮受到了病害。 核桃在采摘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病害侵袭。 这个时候如果感染的是黑斑病,轮纹病等,那么核桃人的外皮也会出现变黑的情况。 对于这种被感染的核桃,建议您不要再继续食用。 第三种,保存时间过长。 不管是新鲜核桃还是晒干的核桃,都有一定的保存期限,新鲜核桃最好尽快吃完,而晒干的核桃也不要保存时间过长。 。 否则很可能出现霉斑或氧化酸败反应,储存时间越长核桃的颜色变得也会越深。 。 核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不能随意吃,吃之前要记住三句话。 。 1. 食不过量。 中国居民善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人每天食用坚果的量为25至35克,也就是一小把核桃人的量。 。 如果你食用过多,那么很容易造成油脂超标,因为核桃中有一半都是脂肪。 。 2. 挑选原味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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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核桃吃起来有些苦,家长们担心孩子不喜欢吃,就会购买含有核桃的零食,甜点给孩子吃。 其实这样吃进去的核桃含量极少,且含糖量过高。 另外,有些核桃仁制品中加入了大量的食盐,也不建议您购买。 3,购买未开壳的核桃。 我们都知道,核桃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物质极易被氧化,出现哈拉胃。 所以建议您在购买时,一定要挑选没有直接与空气接触的核桃,也就是带壳核桃。 各位朋友,你吃过这样的核桃吗?你觉得这样的核桃还能吃吗?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家里的核桃敲开之后,核桃人的皮都变成了黑色。 原本应该是虎珀色的皮,怎么都变黑了呢?还能放心吃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 核桃原本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坚果,国内外研究也证实,经常吃核桃可以摄入丰富的精氨酸、油酸以及抗氧化物质,对预防关心病、中风、轻度认知障碍等有很好的效果。 核桃人的皮变黑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外皮发生了氧化反应。 因为核桃人的外皮含有一定量的多酚和黄酮类物质,这两种物质在有氧的环境下会发生氧化变色反应,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核桃外部破损的状态下。 如果核桃人依然是白色,没有变成黑色或黄色,口味也没有霉变或酸败,就可以正常食用。 但如果核桃人也变了颜色,那就一定不能再吃了。 第二种,外皮受到了病害。 核桃在采摘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病害侵袭,这个时候如果感染的是黑斑病、轮纹病等,那么核桃人的外皮也会出现变黑的情况。 对于这种被感染的核桃,建议您不要再继续食用。 第三种,保存时间过长。 不管是新鲜核桃还是晒干的核桃,都有一定的保存期限,新鲜核桃最好尽快吃完,而晒干的核桃也不要保存时间过长。 否则很可能出现霸桃或氧化酸败反应,储存时间越长核桃的颜色变得也会越深。 核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不能随意吃,吃之前要记住三句话。 1. 食不过量 1. 食不过量 我当然建议我们每人每天食用坚果的量为25至35克,也就是一小把核桃人的量。 如果你食用过多,那么很容易造成油脂超标,因为核桃中有一半都是脂肪。 2. 挑选原味核桃 3. 肝的核桃吃起来有些苦,家长们担心孩子不喜欢吃,就会购买含有核桃的零食,甜点给孩子吃。 3. 其实这样吃进去的核桃含量极少,且含糖量过高。 3. 另外,有些核桃人制品中加入了大量的食盐,也不建议您购买。 3. 购买未开壳的核桃。 3. 购买未开壳的核桃。 3. 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物质极易被氧化,出现哈拉味。 3. 所以建议您在购买时,一定要挑选没有直接与空气接触的核桃,也就是带壳核桃。 3. 购买未开壳的核桃。 3. 购买未开壳的核桃。 各位朋友,你吃过这样的核桃吗?你觉得这样的核桃还能吃吗?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3. 购买未开挡、允國люд内或好难打覆 Mahar。 6. 冠塏未开 움送达sight 7. 购买未开 2. 购买未来 2. 0- 购买未开 7. 购买未开 7. 一堵半